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川普最新的說法 因為美國現在也如臨大敵 美國最新的緊急預算 國會我看到有人提案版本80億美金 還有人提案版本要拉高到100億美金 因為昨天傳出來在美國檢測一個案例 竟然要高達約莫10萬台幣 所以美國怎麼處理公共衛生的考驗跟災難 有可能帶頭影響到全世界 是的 因為今天應該在紐實有一篇報導 他說美國的金融市場是被新聞痛載 其實不是新聞 大家可以看到是真的這支病毒 比你想像中影響來得大 為什麼呢 在過去24小時之內 很多國家又新增了案例 現在人家都說 現在可能全球只剩下南極 還沒有病例而已 可是真的不誇張 因為包括我們以為說 德國好像應該控制得很好 可是德國衛生部長說 確實他們新增的集體案例 他們已經找不到真正的感染源 到底在哪裡 所以顯然德國也要進出流行期 那法國當然還沒講得更明白 接下來應該真的進入流行期了 所以歐洲以義大利為中心 開始擴散的疫情 似乎真的已經到了全歐洲擴散的地步了 那美國呢 美國因為加州這起案例也引起了注意 加州這起案例說實在 在以前他是不會被檢測的 因為以前他們只檢測什麼樣的人 就是第一 你是從中國回來的人 第二 你可能是有相關接觸史的人 所以加州這起案例出現在 這個大學醫院的時候 事實上一開始並沒有人認為他應該做檢測 幸好如果根據他們的資料顯示說 一個非常聰明的臨床醫師認為這個案例 真的好像需要進一步檢測 於是突破了通報的極限 然後隔了還是等了好幾天 終於檢測而且發現他真的是心情冠狀的病毒 那這件事讓美國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他們放寬了檢驗的標準 不再是只有接觸時或旅遊時 如果臨床醫師發現這些他的臂炎 其實治不好又找不到感染源的時候 他也可以檢測 第二個接下來他們要充施檢驗的能量 因為他們過去的檢驗通常都是要送到 亞特蘭大這個CDC的實驗室 可是這實在是緩不濟極的做法 怎麼樣擴充臨床的能量 讓更多的醫院或更多的實驗室 可以幫民眾做篩檢 這會是將來下面的一個重點 可是問題來了 不只是美國要檢驗 歐洲這麼大量的病患的出現的情況之下 由於我們沒有辦法用簡單的發燒來決定 他究竟是感染還是沒有感染 所以我們必須仰賴的就是 為我們辦法有一個快速檢驗試劑的出現 所以可以看到現在全球在競爭的就是 有沒有人能夠先做出快速的檢驗試劑 現在第一期已經上市了 其實不算快速 因為包括之前的說 Code Diagnosis這一家公司 他們做的都還是傳統的 我們叫做RT-PCR 所以可能還是要幾個小時才能跑完 可是包括我國的國衛院 或者是包括中南三的團隊 包括日本的信林制邀 跟他們的衛生相關機關的團隊 都推出了所謂的快篩 可是每個人做的方向 其實都是不一樣的 現在先講國衛院的團隊 台灣國衛院的團隊 他想到的是一件事情 他做的方法是很像 我們現在的流感快篩 因為之前我們曾經面對過SARS 所以我們有SARS的抗體 他想說如果我這個抗體 除了能抓到SARS 也能抓到這個新的冠狀病毒的話 我把它抓起來就有一個抗原礦體反應 然後在這個我們篩檢的這個試紙上面 它會跟這個橙色的 這個相關會橙色的試劑出現的話 抗原抓到的病毒 在這邊呈現有顏色的反應 我們就知道 它就是感染了冠狀病毒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做了 可是問題他們要挑戰的一件事情是 這樣的試劑就會跟流感病毒一樣 15分鐘就可以驗出來 可是問題是它的準確率有多高 因為事實上大家都知道SARS跟這個新型冠狀病毒很像 他們也發現他確實這一支抗體 真的能抓到這個我們所謂的 這一支新型冠狀病毒的這個極蛋白 可是我們環境當中還有其他的感冒病毒 也是冠狀病毒啊 有沒有可能他也會抓其他人呢 這個特異性跟準確度還是必須有待考驗 但是至少這個方法我們已經找到了 而周南山的團隊他做的又是不一樣的東西 他們是驗血 怎麼說呢 就像我們之前台大檢驗那個浙江台商 我們怎麼知道他已經感染過病毒 因為他血液裡面有抗體 所以呢 周南山團隊是一滴血檢驗方法 就是抽血的方式去檢驗說 這個患者的體內有沒有所謂的中和抗體 你如果有抗體 那表示你應該有感染或感染過 所以他們也是15分鐘用抗原抗體 只是他檢驗的是血中的感染過的抗體 那謝寧治藥這個團隊非常有意思 他沒有去改變那個東西 但他改變的是機器 他還是用現在的RTPC 就是這個叫做聚合眉連鎖反應 但這個很有意思是 我們現在為什麼要很慢你知道嗎 我們呢其實是這樣子 我抓到了一支病毒 可是這支病毒太小隻了 我要知道我身體裡面我們這支病毒 我必須靠放大的反應 把它放大出來 藉由螢光的染色 因為它亮越多螢光會越亮嘛 可是問題這個要放大的過程中 是要透過加溫讓它的那個間結斷開 斷開然後我模板斗上去 再斷開模板再斗上去 越斗越多越多越多 那個螢光就會越來越亮 那這個加溫減溫 加溫減溫 加溫減溫的過程 讓它斷裂再合 斷裂再合的過程 就必須要廢時比較久才能達到那個檢驗 然後信林就是怎樣 我可以快速透過這個加溫減溫 用儀器的方式讓它快速的完成這段過程 所以它只要15分鐘 用傳統RTPCR一次可以驗非常多 所以不同的團隊都在拼一件事情 信林是日本的 日本的信林治療 它跟他們的政府合作 因為日本一直被人家詬病說 你不是說你一天可以印3800個 結果你才給我驗幾百個 難怪日本到現在已經一團亂 所以所有團隊都在拼一件事 我有沒有辦法在最短的時間之內確認 因為我最短的時間 我15分鐘如果能驗出來 我就可以分流了 你有病就去住 你沒有病就可以回家 這個很好 不然我怎麼全部都關著 我能量會有問題嘛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看的是 這些檢驗誰能先做到 不過在等檢驗 而且那我再跟你討論一個事情 我昨天播了一個 我閱讀到的資訊 他說哈佛的專家說 未來他預測一年之內 可能全球會有6成到7成的人感染 那這樣意思就是說 地球上可能有40億個人 最後會被感染 那當然我們可以說 假設8成8成5都是輕症 可是40億這個母數 如果乘以5%重症 那也很恐怖啊 對 所以檢驗 以及將來可能 必須被迫面對的檢驗數量 那個可能是爆炸性的高 這是爆炸性的高 而且它有意義在哪裡 就是說如果今天我面對一個患者 我可以早期發現 你感染了對不對 然後我就把你隔離起來 或你在家裡待著 降低傷害 降低傷害 第一他不會再去傳染給別人 第二他如果好了之後 他就是一個防火牆 因為他就是一個有抗體的人 有抗體的人在人群中移動 就可以讓病毒不會跳過 去傳染到新鎂 因為他有抗體 可是如果他是帶病毒的人 剛好好就會一直傳下去 所以能夠早期找到這個帶病毒的人 並且讓他居家或者在醫院隔離起來 等到他好了有抗體再出去 這在預防或者是 控制這個傳染病的傳染病 莫大的意義 所以為什麼大家都要衝 快速篩檢的試劑 對 可是另外一個要衝的叫做什麼 藥物嘛 就是我至少還能治療他們 那瑞德西韋 就是篩檢完會有確診案例 那確診請問怎麼處理 是 現在就是確診的這系列 本來呢瑞德西韋 他已經在中國金銀潭醫院 還有中日友好醫院 開始進行臨床試驗了 可是我們先前有談到 就是他們在中國的這個臨床試驗 面臨到一個困難 就是收案上的困難 包括就是要之前沒有接受過 其他治療的 包括要什麼 他有一定的嚴重程度的 或者一定要驗出來 有那個陽性反應的 可是他們已經手忙腳亂了 或者他們現在都趁機 很多人在登記臨床試驗 他們就發現在中國的收案 是面臨困難的 所以現在瑞德西韋 就推另外兩個臨床試驗 是在全球 台灣也包括在內 三月開始就要做的 就是全球要收 一千名案例的臨床試驗 其中包括四百例重症 六百例輕症 而且我昨天看到 義大利已經有 用會的失尾案例 而且OK的案例 是 就義大利的案例太多了 趕快先用了再說 不然等中國要等到什麼時候 所以他這一千名案例 他們接下來用什麼當作 那個臨床試驗的指標 就是症狀會不會好轉 所以如果他的症狀有改善 他在這兩個例子 在這個海外一千人中 可以得到好成績的話 我相信啦 至少雖然我們不能 很快等到疫苗 或者檢驗試劑 可能同步可以出來 但是至少先等到要 大家是比較安心的 那我講一個沒禮貌的話 我覺得義大利可能 相對的數據的準確度 應該不至於像中國那樣子 全世界都懷疑他 所以我們現在 還是要把防疫工作做好 然後義大利等於 幫我們提早在前面 做人體實驗了 那義大利的人體實驗 如果做的 瑞德西韋的成功率蠻高的 我們就可以follow了啊 就我現在講的話 一定很多人覺得 我很沒人性啊 可是這很現實啊 如果義大利 而且義大利已經有確診 超過600個案例了 它有足夠的樣本母數啦 而且我猜測判斷 歐盟的母數還會增加 歐盟如果幫我們做人體實驗 而我們後面照顧自己自保 其實某種程度 也是不幸的大事 而且還要加上韓國 為什麼因為有人種差異 因為歐盟畢竟還是白種人 但是韓國如果大邱以外的地區 至少他們的醫療的 還是相對豐沛的情況之下 他們如果遇到案例收盡來做 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人種不同人種之間 這個藥物的效果是不是一樣好 因為現在反正地球上 也沒有神藥 所以大家也是死馬當活馬醫 所以台灣的防疫工作 真的很有意義 因為前人幫大家開入 後面的人可以得到 比較高效率 高成功的照顧 防疫真的很重要 我們稍後回來